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下跌的 現在是115點左右 那現在來說的話 台股今天是 是因為昨天台積電 在他的ADR 昨天跌了2% 那今天台積電 最多跌幅有到10塊錢 那今天台積電 大概佔台股的指數 大概就90點了 那今天跌幅最深的時候 是在133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台股今天跌最多的時候 是133點 跌133點 那今天是一開低 那今天整個盤勢來說 整個都是在走低的 現在呢今天的量能 其實今天量能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還是沒有 還是大概1100億左右 那這一波來說的話 這一波 那在事前來說的話 我已經有跟你說要像老師 我這邊的測標 10月18號開始就有告知要解碼 或是你一些弱勢的股票 都要賣掉啦 要賣出來 贏家要事前的規劃 未來行情 那我是不是有在這個節目裡面 有一直告訴你 去年的9月底 跟我們現在 4月18號的時候 他在我們本波的高點 11077 本波高點在4月18號 那當天我也告訴你說 像我們這一波來說的話 你如果像他這一波 你如果沒有賣出去的話 龍華花間路 富貴草上霜 什麼意思呢 紙上富貴一場啦 你如果沒有把它賣出的話 那你整年度 整年度的獲利幾乎都被 這麼短短的一個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吃光光 就把它給吃光了 所以在4月18號之後 我幾乎每天都有告訴你 要解碼 或是把你手中的一些弱勢股票 要把它給出掉 當然我們寧可措施機會 我們絕對也不可以陷入虧損 永遠有明天 明天有更好的機會啊 不要捨不得賣 該賣的時候就是要賣 像 像這檔股票在聯亞 這個4月17號 有送給來電 有來給老師索取的 那都買在280塊 那聯亞 那老師的測標這邊也有寫個聯亞 今天來說的話它是拉回的 那我在哪時候告知說 要把它賣出呢 我們來看一下 3月24號 3月24號這一天 這一天 3月24號 那股價大概是在292 93塊左右了 當天我來告訴你說 要把它賣出去 因為它如果沒有再快速的 再突破這個前高的話 我就會 我就會把它給獲利了結掉 就要把它賣掉 那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因為這檔股票 它如果因為現在指數 其實指數在高檔 那指數如果一拉回的話 可能就像一些高價股來說的話 它會手中其中 那今天呢 今天現在多少 現在278 要捨得賣 一定要這樣操作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贏 那在整個操作上來說的話 像我也常告訴你說 你想要成為股市贏家 要先第一個要先學習怎樣 不進場 你就說老師啊 不進場我要賺什麼錢 我們來看一下 像66 6669這個微影 他在3月27號的時候 是他的第一天上市 他第一天上市的時候 你如果有看節目 還是有一些新聞的話 大家都在講這張股票 大家都在推薦這張股票 那老師為什麼今天 我會來說這張股票 那這張股票 我也不是要 我也不是要打他啦 因為 有投資朋友帶我的耐生活圈來留言 要請老師幫他看一下 那我也告訴他說 那趕快微影 趕快賣出 哪時候賣掉呢 他問的時間是在這天 在4月19號的時候 他4月19號來問 我就要趕快出掉 那我在節目上 也有告訴大家說 微影 這個在盤中的時候有說 盤中12點我的節目 我有說 要把它給這樣股票 你手中沒有的 不要 不要追 有的話你要小心 那我在節目上是要說小心啦 那當然在生活圈的話 直接告訴他說 先出掉 先把它賣掉 當然啦 這些股票你如果 像 你如果只有想到贏家 贏家的贏家的話 你從來沒有想過輸家怎麼想的 你如果沒有想到輸家 那你這樣在看的時候 整個盤上整個都是一個多頭 你看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很心動 是不是很心動 有人說他會到四位數 不是四字頭喔 是四位數喔 四位數是千元之上 有人說這場股票會到四位數 現在呢 現在多少 今天已經快要破底了 今天現在最低的時候 有來到多少 315 315了 所以買股票的話 你不要只有看到 想到說你想要贏 你要想想看 輸 輸家是怎麼想的 不然的話你看到 那你如果看到像這場股票 你如果只有看到贏家的話 贏家的話你會追在哪裡 這裡所有的好消息都在這裡 追進去之後呢 今天送你一根 還有呢 美食1795美食 這樣看起來會不會漲 還會漲啊 那到今天為止呢 你看在135 13多的時候好多人在說 那到今天呢 破100 96 96了 你只有想到贏的話 那你都追在哪裡 追在高點 投資朋友 操作股票不是這樣在操作的啦 操作股票不是這樣操作 像旁邊這個測標這個紅塑 紅塑來說的話它 像它是比較持穩啦 因為它比較高值率率 今天的股價都大概都維持在平盤左右啦 今天都平盤左右啦 現在還小漲一腳 那今年來說的話它要 去年度是配 去年度是獲利有5.5元啦 今年是要配股現金4.5元 加上0.5的股票股利 那昨天也有在節目上有告訴 有跟投資朋友出到一檔股票 就是上例 請大家不要去追喔 昨天有看視頻的 我告訴你不要追喔 你想要買的話你還來找我喔 上例來說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2月18號 像上例2月18號的時候 光學鏡頭上例 這是我推薦啦 當然1月7號的時候 我已經有推薦了 不是在2月18 2月18號是加碼推薦 1月7號我已經有推薦 大概在16塊 2月18號有再推薦一次19塊 到3月15號最高點大概是在 這一波這樣子總共上漲了 68塊 68%了 68% 那在上例來說的話 我是非常熟 你如果想要了解 想要知道上例 想要買上例的話 來找我 來找我 這樣子來說 那質量股票我操作好多次 操作上來說的話 你如果 如果想要贏的話 想要做贏家的話 你要自己來 你要自己 你要自己 你自己呢 要靠你自己來說的話 你可能要 要有這一些啦 很多啦 很多的一些啦 這些訓練都要讓你怎樣 你的資產要來承擔風險嗎 不用啦 來找老師來找我 我帶你操作 你也不用去承擔那些風險 都不用 那 需要 你一定要來找我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 我們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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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